衛生防護中心在同醫管局開會 跟進病毒的最新情況 總監量挺紅會後說 病毒致命性高但傳染性低 暫時未有抗弱性 也未有人傳人的跡象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真艾藏說 當局如果發現有懷疑個案 會立即將病人隔離 和進行快速測試 無論是人 禽鳥的地方 如果有的話 看看有沒有接觸過 有沒有吃過未煮熟的禽鳥的食物 這就是我們懷疑的基本準則 如果有這樣的符合條件 我們一定先將病毒隔離 然後做快速測試 通報給衛生防護中心也是第一時間 所以在透明通報層面上 是不會有任何障礙 當局已經發信提醒醫院和私家醫生 特別留意發燒或者不明肺炎個案 和情報懷疑個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江永文也都強調 會加強口岸檢測做好防控工作 我們做了這個評估之後 暫時來說 雖然境界級別 仍然是維持在境界的級別 不需要再暫時去提高 但是我們會在各方面 正如我說 在港口的體溫探測 我們入境的航班 會有一個廣播提示 我們全部的前線的單位 都會針對我剛才說的五種危險的因素 風險因素 會加強這個檢測 有需要的時候會進行隔離和快速測試 各位朋友說 當局有注意到未經證實消息說 有H7N9患者的親屬 也都因為肺炎病逝 暫時未能掌握到他們是否受感染 會繼續向內地當局了解 香港分配電視界 正如今現場 靜投資 本日